國際消息要來看到是印度南部的克拉拉邦 這幾天下起了暴雨 多處道路都被淹沒 還出現了土石流的災情 目前已經造成了至少十多個人死亡 還有非常多人失蹤 當地的氣象局也預測了 這個週末還是會下大雨 已經在五個地區發佈了紅色預警 當地的政府也呼籲民眾要保持警惕 做好防災準備 而克拉拉政府同時也監測了邦內 所有的水壩水位 就怕大雨下不停 還會造成更嚴重的災情